今天來參加本局 今年第四季也是最後一季 藝文展的開幕典禮 那我們這一季的藝文展 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 蔡芳瑜 蔡老師來這邊 分享那個布子是拼貼 彩繪拼貼藝術創作歌展 那我在看這個題目 所以在想說布子跟才會拼貼藝術 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這個答案我想等一下就留給蔡老師 在等一下致詞 或者甚至是作品導展的時候 替我們解剖一下 那我現在先在老師的面前 稍微把門弄斧一下 因為根據我初前的了解 蔡老師的作品是用了很多不同元素的素材 那例如說有很多不同的紙類 大家一定想像不到這紙類有用到什麼 美編紙 包裝紙 還有一種大家在插嘴巴的餐巾 這都是老師的素材 是不是很特別 那另外像包括蕾絲 或者是斷帶這些布帶 這些布類的東西也是老師的用的素材 那老師用了這麼多元素材以後 然後再結合了包括金箔啦 還有一些彩繪 這樣結合了以後 就變化出這一幅幅 呈現在大家眼前 這麼棒的這個藝術創作 那我們非常希望 這個大家一起來欣賞 這個這麼有特別 這麼特別的一個藝術創作 那我們這一次的展出期間 是從今天 就是10月6號就是今天開始 一直到12月27 到年底 今年的12月27 那也不妥 各位媒體記者朋友 都會替我們報導一下 那請我們的社會大眾 甚至是尤其是那些 對拼貼彩繪藝術特別有興趣的朋友 在我們今天一直到12月27之前的上班時間 都可以到我們來去國稅局酒樓 來欣賞那個蔡老師的這個很棒的藝術創作 那謝謝大家 我們在這邊國稅局酒樓這邊展展 然後也很感謝聖明書還有記者 還有各位同仁你們來參觀 來聽我導學 因為我其實也很緊張 那不只是今天才會藝術 就是我也是想說 因為我會帶到雷斯這些東西 那他的作品其實是在後面 那前面的話呢 我是用那個彩繪 那彩繪的話其實不是 我用的都不是油彩 其實都是全部都比亞克力彩 那他會看起來是會像油畫的話 是因為有時候我們上了顏色 然後再加上 因為有些人用在布畫上面 他呈現畫出來的效果 看起來會很像是那個油畫的感覺 然後去做它的劣跡 因為它是我們是要做復古的 所以我們把它用成劣跡之後 我們會去用它的油性的解藥去把它塗 它就是變成咖啡色 因為它咖啡色之後其實你再放久一點的話 它這一幅你放個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以上 它看起來你就是會覺得說不會看得很膩 那一般我們做新的東西的話 你會覺得說我看一陣子可能就已經不喜歡了 那復古的東西它可以放的東西久 而且它是在十四到十九世紀 而且他們在義大利古外的話 他們都喜歡用這個來做修復 家具的修復 然後它的布萊絲 那布萊絲的話 其實我們有時候會做在衣服上面啊 那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那我可以把它嘗試說 做在這個木器上面 然後讓它去呈現不同的效果 它不一定是說要很規則的 所以我們就是取局部 讓它有點跳開跳開 然後去看 然後再上一點顏色上去 然後你就 有些可能就會說比較不知道它是布萊絲 有可能是像我們一般手作 我們會用到型版 那如果說沒有的話呢 我們自己現有的東西 就可以去取代這一類的 其實去看的話是會用一些金粉 讓它比較凸顯一些些 然後因為我們也是要展現它有點像 有脫皮的感覺 好 那我們會先打底 然後會塗上一些蠟 到時候做完之後 我們會用吹風機 或者是那個沙紙去把它抹 讓它有點像說是被刮壞的感覺 那像這種背景的話 像你看到的這個花紋啊 其實就是我剛剛說有用那個型版 然後只是把它塗的時候 就是要不規則的 不要說很明顯的 塗得很均勻 然後讓它看起來是若隱若現 那我會去做這個熊的話 是因為想說我蠻喜歡這一復古熊 所以我會用這個復古熊的話 去帶一點花跟書本這些來去做配件 謝謝這幾幅那個玫瑰 那是因為其實我本身在畫這個玫瑰的話 是已經畫了差不多八年了 那剛開始我在畫這個玫瑰的時候 其實也很害怕 因為玫瑰不是我的專長 那畫比較順手的話 是後面這一幅玫瑰 因為我蠻喜歡它的那個有畫的效果 那加上我喜歡就是學畫的時候呢 我其實比較喜歡那種水性畫 我比較不喜歡說很正常的 就是慢慢這樣去描啊幹嘛的 那在畫這一幅的時候 你是感覺出來了 剛畫起來的東西 它看起來就會比較稍微調一點 不然的話其實一般有時候 我們在畫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它比較四次畫 那因為有時候其實我們是學著 隨著我們的心情在畫的時候啊 心情不是很好的時候 你再去畫的時候 你什麼感覺都覺得畫不出來 那心情很好的時候呢 你在畫的時候 它一次性的你的手會很順 順的時候一畫出來 那個感覺你就好習慣喔 你就隨便再怎麼騙 都是覺得說我自己好棒 都是學我們老師說的 比較偏那個 綁油畫的效果 因為它是它畫在圖類上面 你們看起來還會比較像 尤其是因為我們會用到那個亮光器 所以它看起來的話 你們就會覺得說 欸這好像都是原畫其實比較好吃 因為它可以它現在的計量 是可以把它用的比較厚一點 還不像說以前的那個 雅克尼彩那種 它畫起來薄薄的 看起來你們就會覺得很痛 很棒這樣子 那老師然後就說 每個人都可以畫成不一樣的感覺 那我就想說 因為剛好我有在用金箔 那我就想說 把孔圈畫在這個上面 然後再用一些計量 然後它就是 也是有點像那個 我們在畫柔畫一樣 讓它有一個浩度的效果 然後我再把它貼上金箔 這樣子 所以讓它看起來 比較稍微精疲會畫一些 那也是一樣在畫的時候 鳥其實是很好畫 因為我們在畫的時候 有時候不小心會把它畫肥了 可能會非常感動 麻雀啊 變成鴨子 鴨子都會有 所以這其實是修 然後我比較喜歡的話 就是這一隻蜂鳥 這也是第一次畫的時候 然後剛好畫得很順手 把它給畫出來了 那我也很怕 哪一天把它畫成一隻很棒 那像這個貓頭鷹的話 也是我在學玫瑰的時候 那時候老師也是說 我們日君色金 那因為我比較喜歡貓頭鷹 所以在畫的時候 就把貓頭鷹跟玫瑰它去做一點結合 然後再畫 再用上它這個鳥的這樣子 因為我喜歡它的那種氛圍 它的一些線條 線條的畫法 所以他們比較注重的話 就是像這一個的順 它的筆順這樣子 那玫瑰花的話也是 畫的時候也是一樣帶不去這樣子的 那像這一筆的話 這一筆畫的玫瑰的話 因為它也是 我們要畫紫色 紫色的玫瑰 因為其實不常在畫的時候 你要去把它畫出它的顏色 有時候你也是很怕 所以把它的顏色去弄錯亂 因為他們有一些教科 他們其實是說 就是一日一日畫 就是在當天 有時候可能30分鐘 就要再畫完 那因為我是沒辦法 我是畫個一天兩天這樣子 把它畫出來 我們再去帶出一小朵的玫瑰 所以這一幅是把它做成 做成那個壁掛 壁掛是 那它其實你可以放鏡子 或者是 土畫 就是把它掛上去 那我是用這個黑色的話 是因為有時候 你們也可以當成一個留言板 那這個的純畫玫瑰 我覺得還不錯的是 看它的背景其實它是帶一點那個 素顯 素顯的效果 所以其實有時候單畫的時候 我們不畫玫瑰 你只看它的黑白的話 那種感覺也很不錯 因為它其實很簡單 以我們在講的話是簡單一點點 好 那像這個海豚的話是因為 因為我有用它的 它的劑量 讓它就是 顏色比較顯眼 所以它在做的時候 你會看起來 它有點凹凸 因為我們有時候 會用一些海明書 讓它的劑量的東西 比較立體一點 會有點比較多的變化 所以它看起來 因為畫這個海豚的話呢 就是讓它顏色比較亮 比較凸顯出來 因為這個剛好是 因為我沒有用上到保護器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它們的亮度的話是 這一服看起來就比較亮 所以它看起來的油畫 你會覺得 比較像 那這一服 這一服的感覺 因為我們其實是玩它的那個 復古 所以我們復古 畫起來都是金色 它其實是有點帶金黃 金黃的效果出來 那時候在玩 畫有畫的地方 所以畫的 它會比較偏向 真的就會比較偏向的畫 那現在才會藝術的話 布的話 像布人絲 我們可以運用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會用計料 讓它做比較凸顯 所以我們是以布 布蕾絲的 不是說直接用布上去 它其實也可以把布放上去 但是因為我們想說 做不同的感覺 所以我們是用布蕾絲 就是要去找那個圖案 比較大一點的 不要說找它很密集 用不出它的效果 所以我們是用布蕾絲 然後這樣子去做出 它這個的背景出來 那像這個鏡子的話 也是我們把圖案做完之後 這是我們自己去灌水營上去的 它本身就是 只是我們在做的事 是單一片透明的玻璃 做完之後 我們再去灌水營 而且在用布蕾絲 它就是說 關天氣 你要是在下雨天去做的話 你會整個這個 全部都是物料的 因為它水氣中 所以在做這個東西 是我們在下雨天做的 那現在做這個袋子 是我印象比較深刻 是因為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老師丟著精靈給我們 然後他就告訴你 花仙子 他就告訴你說 你們自己回去想 你要想要把它做成什麼樣子 然後在做的這個當下 其實也是我想了很久 就是在睡覺的時候 想自己有什麼東西 然後去做 所以這一面 這一面這樣的 這個圖形做下來的話 其實它花的時間還蠻久 我最想要半個月到一個月 因為你光是要剪這些紙 然後去構圖 然後一個一個去看 它的背景的一些眼鏡效果 然後還要去把它的圖案拆 因為這個是用材金紙去做 所以它又很薄 光是剪 可是剪的會眼鏡會狹掉的那一種 因為兩面 兩面都是做不一樣的 所以就是為了用它 這個是花了蠻多的時間的 會掉色嗎 不會 我這個用最期望很多年了 老師你可以背出去嗎 可以 平常就偶爾 很熟用很熟用 很熟用很熟用 很熟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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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量產嗎 沒有量產 沒有量產 量產不了 沒有量產 坐在木器上面 這個木器上面其實 像剛剛這個是 那個殘金紙 那這個的話其實是包裝紙 這些我們都是包裝紙 那像熊的話是棉紙 所以我們是用棉紙加包裝紙 然後再加上背景去拍攝 然後把它組合成這樣子的效果出來的 對 主要我們是做它 做它邊邊這個效果出來 因為像譬如說我們的船的執照 他們的體驗品的結合 那就是做出它這個毛鋁的效果 所以我們這也是用那個 那個石膏類的計料 去把它做出這種一個一個 然後用型版的東西 把它這個東西再另外做出力挺 然後再去用那個銀色的顏料 再加上一點油性咖啡色的東西 讓它做起來看起來是舊舊的感覺 舊舊的效果 因為它其實是我們去拆這張紙 它其實是作品 它其實是棉紙 那背景的話是自己去畫 把它畫出有畫 所以那時候再加上畫完之後 它其實是用特殊透明的計料 去把它用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它其實說 都會在凹凸的感覺出來 所以它看起來就會比較想反復的作品 我比較偏 霓虹 然後紅燈就是晚上我們也遠遠的看 以我們就是眼睛放下來 遠遠看是有點閃閃閃閃閃閃 所以它其實會做帶一點效果 然後我們再去用這個計料 邊邊其實是用凹凸筆那一種 像有時候外面你們玩一些凸凸筆那個 讓它做起來的粒子這樣子 型版用計料 然後把它紋路用出來之後 因為是要給它也是做成像兔畫 那我就是放了這隻兔子之後 我在想做 因為它比較覺得很單調 剛好因為我自己有在玩印章 那這個玫瑰的話 其實我是做了差不多十幾層 就是用印章去蓋完之後 把它的玫瑰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再一層一層把它貼 就是因為之前很流行說一些3D立體的紙標作品 我就把它帶上去 因為這樣看起來就讓它覺得說還不錯 所以我在用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一服 它本身它的圖案外面 它的外圍的這一圈 它其實是有圖案的 但是我是把它用黏土把它黏上去 讓它就是說帶一點比較金筆輝煌那一種 然後又因為它是比較偏巴洛克的感覺 這樣子弄出來的 你會看到它說要斑斑伯伯的 那就是因為要把它做成比較舊式 就是做東西像被刮掉啦 然後這個其實它也是比較偏帶一點油性 因為我要做成它這個復古 然後因為它這個作品的話 其實我們放個幾十年 你在看的話 它其實你會覺得說它看久 你都不會覺得看膩 因為它的這種是比較耐看型的 我們是用到它的一些水泥水泥的 所以它是這個紅磚泥 黃土泥 灰泥這些去做 做完之後其實你看到的這些金色 它也是帶金箔 它也是用金箔去用出來的 然後有一些的話 邊邊會有點亮亮 其實我們也是會用一些亮粉把它戴上去 畫出來之後 這些的圈圈也是我們要去把它用拍的 用拍的或是用畫的把它用出來的 也是有貼一些些而已啦 這邊的話其實都是已經過 那像這個這一個的是比較特殊 這個是這個背景的這一個 其實我們是用酒精原料 把它用上去的 然後像這些點點的話 其實有時候自己有一些鑽啊 因為東西不多 但是自己我們平常玩手工藝 那你自己有一些鑽啊 你們都可以直接上去 那種效果感覺都會不一樣 可以嘗試不同的美材把它 對就是 其實不只是說紙張類啦 那我們在玩一些手工的 其實珠珠啊 那一些都可以去拿上去 對對對 就是看說你們是怎麼去玩它都可以的 去玩它的背景 這個玩背景的話 有些我們會用到一些紫雷絲啊 或者是我們在玩用打動器 因為有在玩打動器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去做它的一些背景效果 然後再去拍攝 那其實這個的話也會用到印章 因為它這是若隱若現的 所以做完之後我們再去把這個 凱莉的紙張我們再去貼上去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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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哥 在明星大陸 感谢观看